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我天生瘦小有黑 被亲生父母调包 五岁那年 把我和养父母赶出村子 我靠跳舞火爆网络 一夜成名 亲生父母又闹到电视台逼我相认 不料养母一段话 让他俩傻眼全网震惊 我在猪肉铺里翩翩起舞的视频 被有心之人拍下上传到了网络上 一时间我火爆全网 还获得了去北京表演的机会 男人闹到电视台去 说我的爸妈抢了他的女儿 可明明在我五岁时 是他联合村里的人 把我和爸妈赶出了村子 深山里 一个常住人口只有四百人的小村落 却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景象 村口的猪肉铺 到处是碎肉渣子 地面黑得泛油光 空气里是生肉的腥臭 深黄泛红的灯光里 竟然有一个小女孩在翩翩起舞 来买猪肉的人却都习以为常 要几斤猪肉 给我搁十五块钱的后座 你家小红又在跳舞了 跳得真好 我被夸得有些害羞 停下了刚抬起来的手臂 李奶奶向我妈打去 这舞蹈家还害羞 最近又学什么新招了 我妈利落地搁着猪肉 朝我笑笑 红红 给李奶奶看看你新练的扳腿 我点点头 二话没说 用双手抱住右边小腿 一下子就把脚板到了脑瓜顶上 甚至还要超过一百八十度 这把李奶奶给吓了一跳 哎哟我的乖乖 这腿不疼啊 快放下来放下来 见我放下来 李奶奶才顺顺气 然后一脸惊艳地夸我妈 你这红红可是个跳舞的好料子啊 以后说不定还能跳出我们这村子呢 我妈只当是开玩笑 李沈还是会说话 你们这村子能接受我们 就已经是烧了高香了 红红也就是个兴趣爱好 她喜欢 我们肯定就支持她 我妈说的却是实话 我们是前几年才搬到这个村子的 我们本来在兆头村 那个村子比这个村子大两倍 但我们被赶出来了 理由是 村长说我爸妈是想换走他女儿的骗子 我确实是村长赵健的女儿 这是村里产婆死之前 跟我妈说的 她说那时候 我妈跟赵健的老婆翠萍一起临产 为了方便接生 就把两个产妇放到了一个屋子 两个娃差不多时候出生 她还没来得及把娃抱出门 赵健就着急忙慌地冲进了产房 赵健问也没问哪个是自己的娃 只看我个头小 就抱走了另一个 赵健是村长 在村里权力大 产婆根本不敢说话 这件事压在产婆心里几年 她实在是过意不去 到死之前 才叫人喊来了我妈 想着不能把这事带进坟里 死了还要心里有愧 我爸妈都只是村里种地的老实人 犹豫了很久才决定带我去村长家 换回孩子 他们也舍不得我 只是现在我才五岁 以后万一到了十几岁二十几岁 就更舍不得换了 只不过到了村长家 村长一听 我爸妈是来换孩子的 立马发了狠 她连着村里的广播 让村里的人都来村委会看看 看看我爸妈这两个光天化日之下 就要换走人家闺女的人贩子 没一会儿 村里的老老少少都赶来看热闹 翠平也领着赵花走出了门 说实话 赵花长得又白又胖 那五官明明就跟我妈长得一样 而我又黑又瘦 跟赵剑倒是有点像 我俩一看就是被抱错了的 但是赵剑睁眼说瞎话 村里是不喜欢瘦娃的 太瘦就没力气 帮不上家里的忙 女娃呢 太瘦了 找婆家都不好找 看着不好生娃 赵剑鼓动着村民 你们看这俩人 我把我小花养这么大 养得又白又好 他俩这时候想着来换娃了 我看就是想用这黑瘦猴子 换个白嫩姑娘 好养着卖彩礼 赵剑指着我说 眉毛快飞到天上去了 把我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妈搂着我 气得要死 你咋当着娃的面说这种话 你还是不是个东西了 乡亲们平平理 这娃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家的 你咋还睁眼说瞎话呢 但我妈的话没一个人附和 村长是管收粮食的 镇上收粮食的来 谁跟村长关系好 村长就在收粮食的面前 说几句好话 那家的粮食被收的就多些 要是跟村长关系不好 村长在收粮食的人面前 说你们粮食不行 那人家都不来看 自然就挣不上钱了 所以村里的人没人想得罪村长 眼看着人都沉默着 村长底气就足了 我看你们这两个人就是骗子 骗子哪有资格待在我们村里 你们趁早地搬走 我爸一听就炸了 你凭什么让我们搬走 我们几代人都是这村里的人 村子建设 我们老祖还出了力的 村长不理我爸 只说了一句 村里的地也有限 你们搬走了 你们那地就能给村里的人 多分点了 反正我们赵头村不要骗子 这话一说 本来沉默的村民也不沉默了 你一言我一语地 劝我爸妈搬走 你们这图啥 村长得罪了以后也不好过 还不如就搬走算了 对啊 你看你们这娃以后在村里也遭背后说道 搬个新地方好生活 我爸妈是老实人 他们说不过这些无赖 也怕我真的被这些人背后说道 只能在村长的驱赶下 愤怒地离开了村子 没了田没了地 我爸妈带着我走了好几个村子都不接纳 人家村里根本不接外来性 直到走到我们现在住的村子 村民们给我们一家找了村口的一间废房子 村长伯伯拉着我爸的手 你们也不容易 这间房子就是之前外面来的一家住的 他们发了财现在出国去了 你们在这住下吧 收拾收拾也是个遮风挡雨的地儿 这个村子小 都是些伯伯婶婶爷爷奶奶 没什么年轻人 但我觉得这个村子的人情味浓多了 村里的书柏带着我爸去跑大货车 我妈跟着婶子们去编竹篓 我也很快和村子里的留守小孩们打成了一片 本来日子已经慢慢在变好了 但我爸突然出了事 那天我在我妈边竹篓的地方跟朋友们玩 突然村长伯伯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大龄赶紧上镇上的医院去 车翻了 四叔跟成华都伤了 我妈惊得立马丢下了编了一半的竹框 一把抓起我就往医院里去 我爸的腿伤了 车翻的时候 他左腿卡在变形的副驾里 左腿不能走路了 我爸这一伤 我和我妈瞬间就感觉天塌了 那几天 我家没一个人说话 我妈整天也没去编竹篓了 就在医院和家里往返 我也忘了是哪天 我妈突然脸上有了笑 她跟我爸说 要在村头开个猪肉铺子 这个村子小 没人开猪肉铺子 买猪肉得等每个周一 去赶隔壁镇子的大吉 我爸心疼我妈太辛苦 她怪自己的腿伤了 但我妈动作很快 她这几天就在张罗这时 一开始半头猪就一百斤 我妈连半扇猪都抬不起 我妈扛着猪 我就在下面帮忙拖着 那几天 我爸看着我妈亲子的肩头流了好多泪 过了几个月 我妈的手也熟了 割肉割得也利落 我爸的腿也痒得差不多了 虽然不能干重活 但帮我妈割个肉 装个袋子 收个钱 还是能干的 过了两年 家里攒了点钱 我妈给咱家买了第一个智能手机 我在手机上刷到的第一条舞蹈视频 就是杨丽萍老师的孔雀舞 城市大舞台的舞美 还有精致华丽的服装 以及舞者优雅的舞姿 都让我很向往 我开始不乐意出门了 村里的小孩来叫我出去玩 我说我头疼 我整天抱着手机看舞蹈视频 家里没人的时候就悄悄跟着学 扳腿下腰劈叉 我好像学得还挺快 终于我躲在家里 悄悄玩手机的事 被爸妈发现了 那些小孩叫不出来我 就去我妈的猪肉铺告状 说我装头疼 不跟他们玩 我妈担心我是真头疼 放下猪肉铺就赶回来看我 结果看见我蹲在地上 看手机看得津津有味 她瞬间气不打一处来 一把就把我从地上拎起来 我妈割了两年猪 力气大得很了 你在干嘛 我说你天天也不去猪肉铺帮忙了 原来是躲在家里玩手机 我怕我妈打我 她那一巴掌 能把我的屁股打的一个星期 坐不了椅子 我想学跳舞 我在看跳舞视频 我妈这才看见 手机上的舞蹈视频 她把我放下 你跳个我看 我看你天天在学些什么东西 我战战兢兢地开始跳 把我最近学的动作 全跳给我妈看 我妈之前是种地的 现在是割猪肉的 她不懂什么跳舞 但她看得出来 我跳得不赖 我害怕着跳完 然后自觉地跪在我妈面前 等我妈处罚我 但我妈非但没骂我 还高兴得很 好好好 我们红红跳舞跳得真好 你喜欢跳舞 妈就支持你 村里没有学跳舞的地方 我妈就在手机上 给我找了好多跳舞的视频 让我跟着学 我现在不用躲着他们了 所以我就去猪肉铺跳 猪肉铺忙起来了 我就帮忙 不忙的时候 我就在铺子里面学跳舞 我向往有天能站上大舞台 能见到杨丽萍老师 但我知道 深山里的孩子几乎没办法走出去 但我还是凭着热爱 每天回到家 爸妈在前面割猪肉 我就在后面跳舞 就这样 我坚持了一年 我以为我一辈子就只能当一个猪肉铺里的舞者 但有时候机会来了 挡也挡不住 每年村子里最热闹的时候 就是过年 过年的前几天 村子里隔一会儿就要开回来一辆车 平日里空荡荡的一间间平房 这会儿都变得拥挤起来 去外面打工的上学的都回村里过年了 过年的猪肉铺是最忙的 不仅要忙铺子里的生意 还要上门去帮养了猪的村民杀猪 忙了一个大白天 好不容易到了下午才有点空闲 我赶紧打开了手机开始练习 哎 跳得真好 你是学了跳舞吗 我停下摇摇头 我爸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们就是在村子里的人 这也没地方学 他就是自己喜欢 天天我们不忙的时候 就在铺子里自己学着跳跳 问我的那个阿姨惊讶地看着我 然后拿出了手机 小妹妹你接着跳 阿姨录个视频 回去给我姑娘看看 我姑娘在城里花几千学跳舞 还没你自学跳出来的好呢 我害羞地往我爸身后躲 我爸拍拍我 让我给阿姨展示展示 我觉得我跳得不怎么好 所以我没什么自信 在除了我爸妈以外的人面前展示 但我爸用眼神鼓励我 我只能硬着头皮跳 我跳了一段一直练习的孔雀舞 我看见那个阿姨惊叹的表情 和我爸骄傲的眼神 我越跳越自信 等我跳完 阿姨和我爸琪琪给我鼓起了掌 那阿姨收起手机 认真地跟我说 你跳得真好 比城里好多学跳舞的都跳得好 你坚持下去 肯定能成为厉害的舞蹈家 阿姨说完就买了点猪肉离开了 我和爸爸都很感激这个阿姨鼓励我 但对于她说的话 我俩都没放在心上 直到过了两天 那个阿姨又来了 还带来了一个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的消息 那阿姨火急火燎地赶过来 手里晃着手机 小妹妹小妹妹 你火了 我妈这会儿也在 我们仨面面相去一头雾水 我们不知道火了是啥意思 你们看 我前两天拍的小妹妹跳舞的视频 我觉得实在太厉害了 就传到了网上 现在都已经有一百多万点赞了 已经有几千万浏览了呀 小妹妹 你太厉害了 我爸妈比我还急 两个人急忙接过阿姨递来的手机 视频里面 前面是铺着猪肉的摊子 后面是我在简陋的屋里 穿着朴素却干净的衣服 翩翩起舞 阿姨给我配上了孔雀舞的音频 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自己跳舞的样子 我爸妈惊呼出声 这么多评论 居然有这么多人看啊 我紧张地躲着 我害怕别人说猪肉扑脏 害怕说我跳得丑 阿姨站在旁边看着 比我爸妈都高兴 你们赶紧看看评论区 全是夸小妹妹的 哎哟 看得我都激动了 我这才敢又凑上前去看 这居然是自学 这什么恐怖天赋 舞蹈生看了都落泪 跳得真好 感觉看到了杨丽萍小时候 这么艰苦的环境 还能认真学跳舞 她是真的很热爱啊 看定位是山里的村子 割猪肉家庭条件也不好 还把小妹妹收拾得这么干净 还支持小妹妹学跳舞 这家的家长也很值得点赞啊 作者赶紧转告家长 别耽误孩子天赋啊 这要是有专业老师培养 还不得是下一个杨丽萍 我看得激动的发抖 我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跳舞 觉得我跳舞跳得好 更重要的是 他们竟然夸我可以成为下一个杨丽萍 不仅是我激动了 爸妈同样激动得手抖 爸妈看着我眼圈都红了 那眼神是又骄傲又高兴 看到了吧 小妹妹天赋是真的不错 你们赶紧送她去正式学吧 以后成就啊 肯定小步了 我爸妈指点头 学学学 明天就送她去学 第二天 明明是猪肉铺最忙的时候 爸妈却关了店 让想买猪肉的等等 他们要去做更重要的事 他们找了村里会开车的叔叔 带我们去镇上 镇上只有一个舞蹈班 我妈特意打了电话 让老师来开门 老师让我先跳一段 她好看看我的基础怎么样 再决定我该报什么样的课程 有了那些评论的鼓励 我现在自信了许多 我点点头走到中间 开始跳 跳了一段 老师没说话 但表情不太好 这让我的心一下就沉到了谷底 我以为是我跳得不好 老师让我下腰 我二话不说直接下 我的头甚至可以 从腿中间再穿过去 老师让我扳腿 我直接不用手 就把腿抬到超过180度 老师让我劈刹 我轻轻松松下去 做完这一套 老师一脸为难地拉着我妈的手 你领回去吧 我这交不了 我妈很震惊 怎么交不了 我们交钱也不收 那老师摇摇头 不是我不收 是我没得交了 你这孩子啊 天赋好得很 在我这就是埋没了 你只能带他去北京上海 找那些名师来教 我爸妈愣住了 然后沉默地拉着我离开 本来一家三口开开心心地来 回去的时候 却都垂头丧气地不说话 回了家 爸妈默默地在手机上搜着什么 然后就是止不住地叹气 过了好一会儿 他俩才愧疚地拉着我的手 红红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 要是真的可以 我们也想送你去大城市学跳舞 你有天赋也喜欢跳舞 但爸爸说不出口了 只能妈妈接着说 妈妈知道你懂事 咱家的猪肉铺开了三年 日子倒是过起来了 要是你想去镇上的舞蹈班 我和你爸还能负担得起 但是那北京上海 刚刚爸爸妈妈查了 我们连去的车票都难买呀 更别说找北京上海的老师 我问了上次的那个阿姨 她说最少要得十几万 我们哪来的钱啊 红红是爸妈没本事啊 我看着爸妈 两个人像是一瞬间就泄了气 我拉着他们的手摇摇头 你们说什么 我不想去北京上海 跳舞我当爱好也可以啊 就像之前一样 我自己学 也没必要一定去大城市当舞蹈家 只要能跳舞 我就够高兴的了 我装作没事 好不容易才安抚好了自责的爸妈 但是晚上 我躲在被子里悄悄流了好久的眼泪 我觉得这已经是我离梦想最近的时候了 我眼睁睁地看见摆在我面前的机会溜走了 那天过后 我们有默契地再也没提起学跳舞的事情 就当作是做了一场激愤人心的梦 我还是照常在猪肉铺跳舞 只是我知道了有很多人鼓励我 所以我更自信了 爸妈有时候还是会自责 但我总是打去说 我就是咱们村猪肉铺里的舞蹈家 要不是那人来 我差点真的以为我一辈子 也只能当个猪肉铺里的舞蹈家了 从决定自学跳舞之后 又过了几天 村长伯伯忽然领着一个人 慌慌张张地赶来了猪肉铺 大龄 城华快快快 把手里是放下 城里的老师来找红红了 城里的老师 村长伯伯后面跟着的是一个身材高挑 气质高雅的女人 她的背挺得直直的 我爸妈一看 赶紧放下了手里的杀猪刀 但找了半天 也没找到个能擦手的东西 两个人激动地走近 想握手又觉得手脏 站在原地犹犹豫豫的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还是老师先握住了我妈的手 你们就是成书红的家长吧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 我叫秦敏 北京舞蹈学院 我站在我爸妈身后 心里也激动了起来 这是北京来的老师 他来找我 难道我还能有机会学跳舞吗 我爸妈一听 是北京来的舞蹈老师 两个人更恭敬了 哎 秦老师好 秦老师好 秦老师看向我 我是刷到了红红跳舞的视频 但我问发视频的作者 他只知道你们在的村子 却不知道红红的名字 我觉得他的天赋万里挑一 我可不愿意放过这个好苗子 我只能先来了这里 再让村长带我找过来了 贸然打扰 多有抱歉 让教授说这种话 我爸妈赶紧摇头 不贸然不贸然 那秦老师的意思是 秦老师冲我招招手 我立马三两步跑了过去 我的意思是 北京的一档节目 邀请红红去北京表演 刚好我也想来看看 这个天赋这么强的孩子 所以红红的节目我来排 这段时间就由我来教红红 真的呀 秦老师的话 让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能让大城市的老师教我 这可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爸妈也激动地握住秦老师的手 感谢的话就没停过 谢谢秦老师 那么大老远来教红红 感谢北京的领导 愿意给我们红红这个机会 老师您坐车累了吧 先去家里休息吧 我妈看了眼我 红红 还不快带老师去家里做作 秦老师被我拉着手往家里带 路上秦老师问我 红红 舞蹈节目有独舞 也有群舞 你是想跳哪种 我愣了一下 我们这个村子里有十几个女孩 我至少有爸妈陪伴 他们只有爷爷奶奶 我记得我的朋友和我说 他也想跳舞 但爷爷奶奶不会用手机 电视上也没有天天放跳舞的节目 他们没办法学 我问秦老师 老师 要是我选群舞的话 你是不是就会教更多的孩子了 秦老师点点头 群舞的话 就是一群人配合完成一个舞蹈 我肯定需要教另外的一些孩子呀 那我选群舞 我没有犹豫 坚定地给了答复 我给答复很容易 但跳舞从来都不只是空有一腔热爱 就能做好的事情 还没开始排剧目 只是基本功练习 就让我流了无数眼泪 我引以为傲的软度 在秦老师的面前 完全不够看 他狠狠踩在我的脚背上 让我下去 再下去些 第一次开背 我哭了十几分钟 短短的一个月 我们要练基本功 要排剧目 每天村子的小广场上 都是女孩啜泣的声音 村里的爷爷奶奶心疼孙女 一天过来看几遍 又心疼地转身离开 每个人都知道 这次能去北京 是多么难得的一次机会 虽然很苦 但我想上舞蹈学院的心 却越来越坚定 我只是接受了一个月的教导 就明显感觉到了 自己进步飞快 平日里自学的动作 其实有很多的错误 秦老师时常感叹 你真是个幸运的孩子 要不是你的天赋强 软度高 照你那个练法 早就不知道 费了多少次了 秦老师的话 也让我后怕 我一定要努力抓住机会 一定要去接受 更专业的指导 这一个月 我和村里的另外十个女孩 都不约而同地 坚定了舞蹈这条路 很快去北京的时间 就要到了 大巴车开进村子 全村人都来了 我记得我上一次 看见整个村子的人 还是照见待人 把我和爸妈 赶出村子的时候 但这次 村里的人都拉着爸妈的手 那些叔叔伯伯 婶子 阿姨都夸我 夸我有出息 夸我带着村子 走向了大城市 他们都往我爸妈手里塞浅 我爸妈推托着不要 村长伯伯劝爸妈收下 你们就收下吧 红红可是我们这村子里 第一个上电视的人 是我们整个村子的骄傲 对啊对啊 而且红红还带着我们村里的女娃 都有了跳舞的机会 我们都感激你们一家 这点小心意 你们就收下吧 爸妈看着质朴 又真诚的一张张脸 眼眶瞬间就红了 爸妈齐齐向着村民们跪下 这个村子对我们有恩 当年收留我们就已经是大恩 现在对红红又这么支持 我们不会忘记每个人的恩情 有机会 我们一定会报答 我也跟着爸妈跪下 谢谢各位叔叔伯伯婶婶 阿姨爷爷奶奶 红红一定不给大家丢人 以后也一定会报答这个村子 这一来一去的 村民们也都流了泪 一时间温馨场面就控制不住了 哭的哭 跪的跪 好了好了 知道大家感动 不过再不上车的话 可赶不上去北京表演了 以后可没机会了呀 还好有秦老师及时开口 不然的话 今天这辆车恐怕还上不了了 到了北京我才知道 城里究竟是什么样子 电视台是一整栋楼 我们表演节目的房间 感觉比村子都大 头顶上不知道有多少盏灯 照得亮的黄眼睛 舞台对面有数不清的大机器 地板和村里的土泥巴地不一样 是滑溜溜的 我和另外十个女孩都害怕了 害怕跳不好丢人 也紧张这么多人看 秦老师看出来我们不自在 提出带我们去北京舞蹈学院看看 我第一次踏入专门学跳舞的地方 那些上课的哥哥姐姐又瘦又高又好看 我们看见了秦老师在大学教课的样子 看见了一群哥哥姐姐舒展身体的样子 这个教室里都是热爱跳舞的人 我站在教室后面 穿过一排排正在跳舞的哥哥姐姐 透过镜子看见了最后面 很悠悠又瘦小的我 我有一天也能变成他们一样 和秦老师学跳舞吗 这个想法让我的心猛烈地颤动起来 再回到演播室 我们的紧张几乎已被期待代替 没了紧张 我们的表演很成功 主持人采访了我们 夸我们是巍峨大山里清俊的舞者 最最重要的是秦老师接下来的话 这一个月的时间 让我深深感受到了深山里还有一批孩子 不求回报地热爱着舞蹈 他们的赤诚之心让我触动 他们有热情有毅力 但是缺少正确学习舞蹈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和爱人共同深入大山 去展开公益性舞蹈教学 我们定名为采云计划 这一次回去的不仅是秦老师 还有他同为北武教授的爱人 第一所公益舞蹈教室 在我们村子里人的帮助下 设立在了村委会 我们村的孩子 还有隔壁村的很多孩子 都参与了进来 一切都在向好的地方发展 但美好的事情 总是会被一些不愉快打破 节目播出了 我才知道我们上的节目是电视上经常放的一档访谈栏目 村里的爷爷奶奶们最爱看这个节目 当然 赵剑也能看见 节目播出的第二天 赵剑就带着翠萍和赵花找来了猪肉铺 赵花比前几年更胖了 才八岁看着已经有一百多斤了 赵剑一看见我眼睛就发了光 你们把我女儿还给我 光天化日地抢别人女儿 你们这不是人贩子是什么 这话真耳熟 和我五岁的时候 他污蔑我爸妈时说的一样 节目刚播出 我家来来往往的全是来祝贺的村民 听见赵剑说的话也都收了笑容 我看见赵剑那张脸 就想到几年前 他指着我说我是黑兽猴子的样子 顿时吓得躲到了爸爸后面 我妈提着杀猪刀站在前面 现在的他早就不像几年前那样畏缩了 我妈指着赵剑大骂 你们还要不要脸了 红红五岁的时候 我带他去认你 你说我们抢你小花 石垛这村里人 把我们赶出赵头村 要不是咱村人都心善 好心收留我们 我们一家三口 现在都不知道还在不在世了 村长伯伯这会儿也赶过来了 他知道我们一家是为什么来到这里的 这会儿也气得指着赵剑的鼻子 破口大骂 红红红没上电视 你宁愿把人家赶出村子 也不愿意认 这会儿红红有出息了 上了北京参加表演了 你倒是上赶着来认了 你说你这做得什么孽 村长伯伯气得发颤 我跑上前拉住他的手 伯伯 他不仅不认我 还说我是黑兽猴子呢 村长伯伯这会儿气得抖得更厉害了 说我们红红是黑兽猴子 你见过跳舞跳的 像仙女一样的黑兽猴子 你可很是个睁眼下 赵剑还在扯着脖子喊 我不管 红红就是我闺女 这是血缘亲情 你们不让我和红红相认 你们这就是拆散我们一家三口 你们要遭报应的 赵剑不像个村长 倒是像个无赖 村长和我爸妈把我紧紧护在身后 村民们也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 生怕赵剑这个无赖 直接上来抢人 两方坚持不下忠 秦老师举着手机走进了人群 我录了相 已经发给市里领导了 让他们重新审审 你这个村长是怎么当的 当年你拒绝认回红红 可是已经犯了一气罪 人家不追究 你还尚赶着来 带领村民一起把红红一家赶出村子 这也是你一个村长能有的权利吗 最好是也让市里查查 你这中间用了些什么手段 秦老师不愧是城里来的 三言两语就把赵剑说得慌张起来 市里 村长的名头他可已经当了十几年了 早就享受惯了别人捧着他 他就算是蠢 也该知道只要市里发话 他这村长肯定是当不成了 秦老师步步紧逼 你要是现在离开 我还能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但如果你要一直闹事的话 我可就要让市里好好查查这些年的事情了 赵剑这下算是彻底慌了 拉着翠萍和赵花就往外跑 嘴里还不停说着 认错了认错了 我就小花一个闺女 我们认错人了 赵剑一走 村里人立马鼓起掌来 我跑到秦老师身边 满眼的佩服 老师 你是吓唬她的吧 你可真厉害 秦老师笑笑 前面是吓唬她的 不过市里是真的会来调查的 我是来深山做公益的 我可不想村里有这么自私的村长在 公益舞蹈教室走上正轨的时候 赵剑真的被查了 他这些年收了很多村民贿赂 村长本是带领村民走向好方向的人 结果他还带头排挤村民 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作风问题 市里给赵剑撤了职 从镇上调来了一个村长 还收了一个大学生村官辅助 赵剑没了村长的名头 之前赵头村的人没了束缚 一看我有了出息 一个二个的又大老远跑来套近乎 想让我发达之后 别忘了他们小时候对我的恩情 对每一个来的人我都是同一句话 恩情不济的 只记得我五岁的时候 你们联手赶走了我和爸妈 每一个听了这句话的人 都有灰溜溜地回去了 赵剑后来还舔着脸 送赵花来了公益舞蹈教室 但赵花体重太超标 也没有一点点柔韧性 匹刹还没下去一点 就哭着喊着要回家 秦老师本着老师的失德 不愿意轻易放弃每个孩子 但赵花总是一疼就打骂老师 那无赖样子和赵剑倒是如出一辙 秦老师寒了心 也劝他走走别的路子吧 赵花来了一个星期 就成为了被教室拉黑的第一个学生 后来我如愿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 曾经那个猪肉铺里的舞蹈家 也真正地站上了无数个华丽的大舞台 再后来秦老师年纪大了 他和爱人交不动了 我毫不犹豫地放下了城市里的工作 毅然决然回到了家乡 接替秦老师的公益舞蹈教师 我是下一个秦老师 我的身后也会有千千万万个我 猪肉铺里还是两个人忙碌的身影 背后却没了那个跳舞的女孩 但深山里的村子 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翩翩起舞的身影 我们会继续坚持 让越来越多的人看见这群深山里的精灵 也会教育和鼓励更多的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 去见识更多更广的世界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朋友 表面上和你相处得特别好 但实际上你根本想不到他是什么样的人 李蕊今年三十四岁 在一家小公司上班 财务岗位 每个月工资六千五百元 结婚八年 有一儿一女 这天下午的三点多 李蕊正在赶一份文件 放在柜子旁边充电的手机响了 他一看是大学同学陈丽打来的电话 就不想接 好烦 可对方不放弃 连续打了好几个电话 旁边的同事看了看这边 李蕊想来想去 还是接了 他还没有说话 对方已经率先开口道 喂 李蕊 你怎么那么久才接电话 工作有那么忙吗 是不是当上大领导了 李蕊说 嗯 我工作是很忙 好多事情没做呢 有什么事情 你说吧 陈丽言语轻快说 是这样 我这几天到你那边出差 等一下就上飞机 晚上六点半左右到 你今晚别回家吃饭了 我们到外面聚聚 这次我请客 请你吃大餐 随便你点 听到他这么说 李蕊下意识地拒绝 谢谢你的好意 我没空呢 下次有空再聚吧 陈丽说 你能有什么事 就算在忙也要吃饭呢 对了 我还给你带了一点特产 到时候你拿回去给孩子吃 看我够意思吧 出差还给你带东西 面对陈丽的热情 李蕊不为所动 他说 真没空 婆婆回了老家 我得自己带两个孩子 今天就不跟你聚了 谢谢你了 就这样先吧 我正忙着呢 说完 李蕊直接挂了电话 实在是不想再多说一句话 莫名地觉得好烦躁 陈丽是她的大学同学 以前同一个宿舍的 照里说 同学难得有机会相聚 人家又给她带了特产 还大放主动 说请她吃饭 不该拒绝才对 这样 显得太没有人情味了 而且 她说慌了 婆婆根本没有回老家 家里有人带孩子 其实 不是她没有人情味 实在是怕了 这一切 还得从三年前陈丽来出差 那一次说起 三年前的一天 李蕊一家正在吃晚饭 她正在为小女儿 突然接到了陈丽的来电 陈丽在电话那端 开心地表示过两天来这边出差 问李蕊有没有空 大家一起吃个饭 自从大学毕业后 大家都各奔东西了 李蕊没走 她留在本市 进了一家小公司做财务 虽然工资不高 但胜在稳定 老板人好 同事也好相处 之后结婚生子 日子平平淡淡 而陈丽去了外省发展 在一家主营装定机的公司上班 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 难得这次有机会相聚 李蕊很高兴 她作为东道主 请陈丽去本市一家有名的月菜餐厅吃饭 那天 陈丽花了一个浓妆 穿了一条黑色的裙子 蹬着一双高跟鞋 留着一头长发 发尾微卷 特别有女人味 仔细一看 就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时尚女郎 这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在外面的话 李蕊不一定认得出她 两同学一见面互相拥抱 都有些激动 激动过后 李蕊把菜单递给陈丽 让她点菜 陈丽拿过菜单 手指点来点去 李蕊一看 她点了七八样菜 有鸽子汤 半只白切鸡 清蒸鲈鱼 一点五斤斑结虾 一份卤水拼盘 一份姜葱炒花蟹 一份齿直蒸排骨 一份咸鱼茄子包 一个牛腩包 还有一份五股杂粮 李蕊倒不是小气 主要是点那么多 两个人根本吃不完 浪费 她委婉地说 是不是点得太多了 这家餐厅菜的份量 还挺多的 我担心我们吃不完 陈丽喝了一口茶 白白手说 不多 还有三个人没到呢 这次跟我出差的有三个同事 他们去酒店放行李了 等一下就到 李蕊愣住了 明明说老同学好好聚聚 聊聊天 说说心里话 怎么还叫他几个同事一起来吃饭呢 而且也没有提前说一声 问了才说 说实在的 对此李蕊有些不高兴 他不喜欢跟陌生人在一个餐桌上吃饭 大家都不认识 感觉怪怪的 非常的不自在 再说了 他只请陈丽吃饭 没说请其他人呢 两个人吃饭 李蕊最多也就花两三百块钱 现在多了三个人 陈丽点了那么多菜 估算了一下 肯定上千了 钱不是刮大风来的 凭什么花那么多钱 请不认识的人吃饭了 那是陈丽的同事 又不是她的同事 陈丽一脸无奈地解释道 我忘记跟你说一声了 你不会生气吧 之前 我想让我那几个同事 自己解决晚餐的 但他们对这里不熟悉 都是第一次来 如果我丢下他们 自己来跟你吃饭 感觉这样很不好 你说是吧 我总不能只顾自己 菜都点了 她也擅自做主 让人来了 李蕊只能笑着说 没事 让他们来吧 服务员掀上了一个汤 两个主菜 陈丽的那三个同事也到了 两男一女 都是差不多的年纪 大家客套一番 拿起筷子吃饭 都饿了 刚吃了两筷子菜 那位胖一点的男同事跟陈丽说 陈经理 那么好的菜 不喝点酒浪费了 我们点一瓶酒吧 陈丽笑了 大方帝说 那你点吧 看喝白的 还是红的皮的 那位男同事也不客气 点了一瓶六百多的红酒 有二百元的红酒 他还看不上 说那么便宜的酒 肯定像喝水一样 不愧是跑业务的 他们很能喝酒 男女都能喝 眼睛都不眨一下 像喝白开水一样 他们几个人 一边喝酒 一边说说笑笑 还谈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这样一来 显得李蕊是个局外人 偶尔陈丽也跟他聊两句 但也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一瓶红酒很快喝完了 他们接着又点了一瓶 还加了两个下酒菜 一叠酒鬼花生 一份香煎和花鱼 到了十点钟 酒喝完了 菜也吃得差不多了 大家都想早点回去休息 服务员拿单子过来 李蕊一看 这顿饭一共花了两千五百八十九元 光是酒钱花了一千二百元 菜钱花了一千三百八十九元 李蕊觉得陈丽应该多少客气一番 毕竟那两瓶红酒 是他们几个同事喝的 可谁知道单还没结 陈丽拿起包包站起来说 李蕊 明天一早 我们还有事 先回去了 今天谢谢你请客了 按理说 陈丽他们出差 肯定有出差费 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 李蕊眼睁睁看着他们几个 说说笑笑走了 心里无味杂陈 感觉自己像个傻瓜 他拖着一身的疲倦回到家里 婆婆跟两个孩子都睡了 丈夫没睡 问他今晚跟老同学聚餐 高兴吗 李蕊说 你看我的表情像高兴吗 接着他向丈夫说了事情的经过 说完之后在那儿唉声叹气 丈夫说 请都请了 反正也就请这么一次 你也别叹气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的十点多 陈丽发信息给李蕊 说带了特产 昨天忘记给他了 问李蕊家地址在哪里 下午拿特产给他 顺便去认认门 李蕊没急着回信息 过了半个多小时 他才回了 表示陈丽住的酒店离他家有些远 开车要四五十分钟 别那么客气 不用拿特产过来 太麻烦了 发了信息给陈丽 不到两分钟 他打电话来 没事 不麻烦 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本来这特产就是特意拿给你的 而且我也想去你家坐坐 还没有见过你两个小孩呢 难得来一次 去认认门 陈丽那么客气 李蕊不好再拒绝 挂了电话之后 把地址发给了他 接着打了一个电话给婆婆 说晚上有同学来家里吃饭 让他多买几样菜 他下班回到家里 已经是晚上的六点四十几分 婆婆已经做好一桌的菜等着 一家人都等着 陈丽还没有来 李蕊发信息 问他到哪里了 他说还有五分钟就到了 过了十分钟 人还是没到 发信息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两个孩子可怜兮兮说 妈妈 我饿了 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呢 李蕊想了想 加了一些菜 让孩子先吃 本来让婆婆也先吃点的 但他说 算了 我还是等等先吧 不然让人家觉得没有礼貌 到了晚上的七点半 有人敲门 是陈丽来了 他说 路上堵车 手机没电 问人家司机的充电宝充了一点电才开了机 李蕊说 没事 平时我们有时候也是七点多才吃饭 陈丽是空手来的 他解释道 呵呵 匆匆忙忙出门 忘记拿特产给你们了 等想起来 已经坐上车不好 再返回去拿了 李蕊的婆婆 招呼大家先吃饭 她跟陈丽说 家常菜 你别客气 喜欢吃什么就家什么 当家里一样 陈丽真的不客气 因为喜欢吃白切猪手 她一个人 吃了大半 有一道菜是蒜苔炒鸭肾 蒜苔比较多 鸭肾少一点 陈丽吃完了上面的鸭肾 直接用筷子翻下面的菜 她一边翻菜 一边跟李蕊的婆婆说 阿姨 这道菜真好吃 就是鸭肾少了点 下次你可以再买多一点 在餐桌上 都是陈丽说话的声音 她从东说到西 平时李蕊家吃饭 很少说话 陈丽这样 看婆婆跟丈夫的表情 一阵尴尬 吃完饭 他们又吃了一些水果 聊聊天 已经是晚上的九点多 陈丽要回去了 她跟李蕊说 你开车送我回去吧 你家李酒店太远了 刚刚我打车来 花了六十几块钱 没想到 你家位置那么偏 早知道我不来了 李蕊不说话 选择沉默示金 她问了丈夫的车钥匙 开车送陈丽回去 过了两天 陈丽非要说请李蕊吃饭 李蕊为晚表示不去 她很坚持地道 你请了我吃饭 我必须回请你 你要不来 就是看不起我这个同学 李蕊推辞不过 下班后 就去陈丽说的 那个预定好的餐厅 她在那里等了二十多分钟 陈丽还没到 说在路上了 又过了十几分钟 陈丽打电话来 李蕊 对不起 我临时有事过不去了 下次再约吧 你现在打电话给你婆婆 让她给你留一点菜吧 亲爱的 我改天再请你哈 李蕊被放鸽子 她感到很无语 真想问问陈丽什么意思 既然没有诚意 之前打那么多次电话 非要请客干什么呢 还说得那么冠冕堂皇 之后陈丽又约李蕊 约她去附近的商场逛逛 想买一些特产回去送给亲朋好友 李蕊推说没有时间 给了她一些卖特产比较多的地方的地址 陈丽说不懂路 不懂地方在哪里 也担心是外地人被本地人宰 一定要李蕊陪着去 李蕊不去 坚持不去 一一找借口给拒绝了 陈丽回去那天 又打电话给李蕊让去送送她 两人好好地聊聊天 这次之后 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见面呢 顺便把之前忘记给的特产拿给她 李蕊不去 借口忙 走不开 陈丽有些生气地说 你怎么这样啊 我都要回去了 你也不来送送我 不够意思 原本以为这件事情算完了 结果没想到 陈丽在背后跟别的同学添油加醋说 李蕊小气 不够意思 没有人情味 她来这边出差 想两人好好地聚聚 联络感情 结果李蕊避而不见 好几个同学问李蕊是不是这么回事 很八卦地打听他俩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矛盾 当时李蕊气得想把陈丽给拉黑 但想想 如果这么做 不知道她又去跟别的同学怎么说 那样不就是做时两人有矛盾了吗 所以 有了那一次的事情 这次李蕊听到陈丽来这边出差 还大方主动说请她吃饭 想都没想给拒绝了 真的怕了 有阴影了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李蕊甚至谎称婆婆回了老家 没人帮忙照顾孩子 后面陈丽又打电话说要来李蕊家吃饭 李蕊看这样不是办法 直接了当说 你还是别来了 我真没空招待你 这样说肯定会得罪陈丽 不过得罪人就得罪人吧 不然没完没了 李蕊想了想 对于这种没有自知之明 或者装模作样的人 还是直接了当一点比较好 做人 要有诚信 人无信而不利 也无信而不兴 人不成而无骄 心不成而无品 诚实守信 做人的本分 做事要有始有终 说话要言而有信 再富有 也不要随意欺骗 人品是自己建的 信任是他人给的 帮你的人 是在乎你的人 真心别伤 伤了无法复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